以后肥牛买回家,别只会涮火锅了 今天分享一个大人小孩都喜欢吃的做法 肉质鲜嫩,汤汁浓郁,特别有营养 准备一把金针菇,切掉根部 稍微的撕一下,撕成条 准备一把青菜洗干净,从中间切一下 准备一把泡好的粉丝 准备一点葱姜蒜末,小葱花 两个西红柿在上面打十字花刀 切好以后用开水烫一下去皮 来回的翻滚一下,让西红柿都能受热 烫一下以后,把皮去掉 去地以后切成小块 锅里水快开的时候,下入肥牛 放少量料酒去腥 肥牛不要开大火,在水里面长时间煮 那样容易把肥牛煮老,吃起来口感发柴 烫至变色以后捞出 用温水冲洗干净 锅里放一点油 加入葱姜蒜末炒香 炒香以后下入西红柿 放半勺盐,能更好地把西红柿炒化炒出汁水 炒花以后加水 再少放一点盐 一勺白糖中和三味 半勺鸡精 撒少量胡椒粉 放一点生抽 放轻蒸菇 稍微烫一下,再下入肥牛 肥牛煮的时间不要太长,要不口感容易变老 最后下入青菜,青菜稍微烫一下就可以 砂锅底下垫泡好的粉丝 煮好的肥牛盛进去 每天都分享各种做美食的小技巧 麻烦伸出您的发财小手,点赞支持一下吧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可以找到我 这样做的番茄肥牛金针菇,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很适合这个季节 既能吃肉又能喝汤,暖心又暖胃,你也收藏给家人做起来吧 继续